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立 蔡霞出身于红色军人家庭,17岁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她自称曾经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名副其实的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 蔡霞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建 她曾经致力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改革 希望中共能够从党内民主开始 经过长期努力,最终走向宪政民主 她说,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 她对中国充满了希望,以为中共会走上改革之路 很快,她就发现这个党和这个国家都在朝相反的方向走 她从私下怀疑逐渐发展到公开异议 从在中央党校教授党的中高级干部 受中宣部邀请参与撰写理论学习纲要 受邀到中南海讲课,到被训诫、被审查 直至2020年,应批评习近平被开除党籍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蔡霞老师 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给我们讲一下她所认识的中共 中央党校是否曾经是党内自由派的堡垒 以及为什么她认为习近平之下的中国是精致的极权体制 这是我们二十大系列专题之一 蔡老师您好 您是零几年开始在中央党校教书的是吧 您在那博士毕业,然后在那留校任教 我们也听说过当时你们教的都是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 当时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吗 他们来进修或者学习的这些比较高级的干部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 就是你们和他们的这个互动是个什么状态 我先讲啊 就是其实我是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的 为什么呢 这又要跟89说起来 8964以后啊 就是全国党内其实是惶恐一片 大家知道那个开枪肯定不对 对吧 那么好 尤其党校的老师 你怎么去讲课权 尤其你讲中国共产党像我这样的讲党建的人 你怎么面对 你对民众讲说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 你怎么对基层的党员干部 我们在基层啊 基层党员干部 你怎么面对 让他们解释说8964开枪是对的 所以党里面是惶恐一片 不知道这个课该怎么讲 89以后的那个10月7号以后开始 中央党校就是在提前发了一个通知 就是说可以到那个中央党校去听课 然后我们学校的校长收到了这么一个 我在地方党校嘛 收到了这么一个通知 然后我们校长说 赶紧到中央党校去听听 听听他们怎么讲课 我就到中央党校去了 到了中央党校听了他们的讲课 然后我才知道那儿可以考硕士研究生 接着你还可以读博士研究生 因为他那儿就有学位了嘛 我就有这个念头 所以92年就进去了 当我们92年进去以后呢 中央党校其实他整个教学是两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他是在国家教委系统内的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这一部分的招生标准和毕业分配 全部是纳入国家教委的 包括他的教学质量 也是由国家教委来把关 要来省的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中央党校他就是干部教育 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呢 起码的干部的级别是什么呢 就是要副厅级以上 副厅正厅到副部正部 然后呢正部当中和副部当中 可能就有一些中央候补委员啊 中央委员这些 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会来 但是呢就是中央委员这一级的人 他们只要是你到了哪个时候 要学习他就会过来 而翻过头来讲呢 那些人要当中央的什么常委啊 这些人 他之前都要从厅局级 省部级的过来的 你像胡锦涛 就是八十年代后期的 中央党校的学生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实际上 当时我那个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 他其实平行的就是 我一边在读书 一边在跟领导干部学员打交道 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这样我就基本上能知道 当时那个学校的领导干部 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为我后来进入教学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 我是98年毕业 我在前面啊 在地方党校 我已经做了六年党校的教学 再加上六年的 硕士博士的学习研究 实际上我已经进入 党界这个专业有12年了 那么因此到了98年的时候呢 我一进去以后 在学校呢 在学校就把我作为一个讲课的老师啊 就是单独使用你了 就让你独立去开课 其实我后来大概两年以后 我就是主要党校的 优秀教师 讲课讲得不错 然后就这样 所以我就能够知道 那个领导干部是什么样的 那么在90年代的干部 学员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的文化水平 大学很少 大专很多 然后还有就是中学的 高中的不是很多的 你知道好 那么可以讲 那个时候呢 因为出国还不是很多 所以呢 他对老师们所提供的新的信息 他们很感兴趣 大家都希望学习 但是不知道自己那个地方该怎么干 总体来讲 中国一直就是南方 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地方 南方的那个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 思维方式和北方的领导干部 那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后面再讲啊 这就是90年代的 年龄呢 是90年代的干部呢 年龄呢偏老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讲的 干部私化是在80年代中期提出来 你要到了厅局级 审部级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老人 就是我们讲私化的青年干部进去 他还没有能走到 那个厅局级和审部级 200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 2000年在那个三个代表思想 提出的那段时间啊 就有相当一些个人 他经过十多年的锤炼嘛 他就到了厅局级 冒尖的呢就上了审部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他的那个学历就开始在改 大学本科是普遍 大专就是很少 就是偶尔能够冒出一两个 什么硕士研究生来 再到了2005年左右 我在看到的干部的 学员的这个文化水平 他就属于那个大学 就大专几乎看不到了 大学的本科呢 也不是很多 很多干部写的是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他确实那个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学生来了以后 那个研究生的那个数量 明白着他就多 我想我记得就最开始凤毛麟角 后来到三分之一 我在那个时候看到 他差不多就三分之一到一半 偶尔有出现哪些呢 就出现海外留学的人回来 我不知道那个 袁令你还记得那个高熙庆吧 当然记得了 我见过他呀 你说高熙庆那时候 他在省部班 你知道吗 他当时是证监会的 对对 他从美国回来的 他是多克大学的 法学院的 所以他的这些个学历 就完全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因为一到 教哪个班的学员的时候 我们第一关注就是 那个年龄文化程度 然后你看不出他的经历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年龄 他的文化程度 包括他是哪个地区来的官员 和他自己现在是哪个部门 或者哪个系统的官员 所以高熙庆他们这样的呢 很入我的眼 我那时候就比较注意 这就是很突出的学员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在他们在学习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跟他讨论一些问题 你就能感到他的素质就是不一样 就是在外面训练过的 和在国内的人 知识水平 知识面 他就有很多不一样 包括思维方式也不一样 那么这是那个干部的一个情况变化 那么好 干部的那个教学讨论呢 我们觉得因为90年代 我是在后期才进入了教师行列 所以我对那个学生提的一些问题啊 我印象不是很深的了 但是呢 到了那个2000年以后 就是我作为一个正常排课的老师 你每个学期都要有课 你要去接触不同的班次选择 跟他们讨论问题 正好呢 三个代表思想 他给了党内一个思想空间 他给了你一个空间 这样的话呢 其实官员啊 坦率的讲 他们其实是很动脑筋的 他们思想不保守 为什么他们思想不保守 很动脑筋 因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那么快 所有社会变化当中的新的问题 新的难题 新的情况 首先是他们面对着 中央高层是不面对的 机关是不面对的 那个地方干部他要面对 因为他不解决这些问题 他怎么办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会把这些问题 带到中央党校来 同时这些问题过去 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解决 他就在逼着他 要想新的办法来解决 同时在这些问题上 有些问题 现在民众给他们提出 成为当地的一个突出难题的时候 那些问题其实是什么呢 是过去那些年的欠账 欠下来的情况 最后到了他们接手当这儿的 领导干部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个突出难题了 最开始起来的时候 不在他们手上 是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 工作当中的失误和那些偏差 造成了他们现在的困境 您能举个例子吗 就是大家比较头疼的 就比较有共鸣的一些 一两个问题 能举个例子吗 一个就是干部的提拔当中 就是不是讲说那个改革创新 要经济要上去 拿GDP来 最开始的那个干部 只要你敢干 他就有GDP 那么那个GDP是不是 真的是给当地人产生的经济效应 那不见得 是吧 他可能就会留下一堆问题来 但GDP他有了 那窟窿他捅了 捅了那个窟窿留在那儿 GDP他就身乖身上去了 后来的干部就去填他前面的窟窿 比方说做的花架子啊 你这块地开了 或者这个工业员区开了 你说你引进了项目 其实没有进来 但是你的厂房空在那儿 或者你的土地空在那儿 或者什么东西 就像这类的 后人干部就去填这个窟窿 后人干部最开始是填前面的窟窿 填完了 自然还在工作 还在努力的辛辛苦苦 创造自己的GDP 然后自己再能上去 但后来大家就发现 你干了半天替人家填窟窿 你好不容易把他的那个 就是表面看得很花烧的经济效应 实际上他里面是一个摊子的 那个烂摊子的窟窿 你把它填完了以后 你的经济资源就基本上就用完了了 没有了 那你再怎么给自己创造GDP呢 所以后来的干部他就不填窟窿了 你知道吗 这就叫新冠不理前仗 后任不理前任的账目 你前任捅的窟窿扔在那儿 不管 我另外找个地方开起来 我也去捅窟窿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提起来快嘛 你知道吗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 如果干部流动太快的话 他对这个地方是没有感情 他也没有责任感 他只是把这个地方当跳板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情况就涉及到 比方干部怎么用人 怎么考核这个干部的实际的政绩 还有些干部就属于 你捅完了窟窿你就走了 这边民生就是怨声一片 然后呢民众评价不好的 但他上去了 民众评价好的辛辛苦苦在那干的人 好不容易把窟窿填完了 民众那些也比较好的 然后呢上面对他不满意 因为你几年下来没看到你突出政绩啊 是不是 对 这是他们讨论比较多的问题 就说我到底应该怎么看待或者对待前任的这个窟窿 是吗 对 还有就是那个群体纠纷 民众信访 因为有些民众冤假抽案 不是在这任干部手里出来的 是在前任的前任的前任的出来的冤假抽案 但是一直就拖着没给人家解决 到后来就变成了上访户了 变成上访户就变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后来不是维稳的压力越来越大吗 对 那就变成了那个后任的干部就成了个包袱杯子 又不是我捅的楼子 你们捅了楼子制造了那么多的冤仇 是不是 现在就要我去替你们擦屁股 而且我还两头都不得好 对 那他们有没有会提一些制度向的问题 就比如说上访 上访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 没有办法给这些人一个真正的裁决 其实是法律的事情 但是最后都变成了这个上访政府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多吗 有啊 正是因为从这些问题开始 你就可以看到共产党 他的政治和他的法治是有根本性冲突的 而这种根本的冲突在领导的嘴里边 只不过就是你偏向哪里 到了民众呢 他就是切身利益 这个官司公平不公平 合理不合理 是不是 然后他就会个人的冤枉不得处理 在最后他就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危机 或者政治性的危机 那么因此就法治和党的领导这个关系 究竟怎么是按照党的领导的意志去判案 还是按照那个法官的那个就法律条文去判案 他马上就出现这些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不是一个单个的事情 他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马上就问你共产党怎么执政 对那这些干部他们会对这个有困惑是吧 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我在讲还有呢 他们对不同的那个系统里边 他们的系统之间 他也是有利益矛盾和冲突的 我举个例子跟你说 就是人大 他是要选举产生什么市长副市长 谁不说我最近写那个外交事务杂志那篇文章讲 习近平在厦门 连等额选举 他那个副市长都没过得去啊 是吧 就是等额选举 就你一个人选 他都没上得去 你知道就像这样的那个情况 那么这种选举在民主政治来讲 这是很正常 就是说投票嘛 投票的结果是吧 这是正常的一个选举程序 但是你知道在党的组织系统 他们用一句行话叫什么呢 叫出了问题 选举出了问题 没有按既定的这个计划走 对 然后呢他就说呢 这个选举出了问题 选举出了问题 就是组织看好的人 民众不看好 就代表不选他 代表看好的人 组织系统又不喜欢他 你明白吧 就这里面就是两方面的那个矛盾 这就有一个 当然除了说干部怎么办 你知道吧 就是他本身应该怎么选择干部 他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人大选举产生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的 和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的冲突 最后不是就变成了一个党的市委书记要去监那个市委的人大主任吗 原来不是的 原来说人大主任归人大主任 那个市委书记归市委书记 后来不是就监了吗 监他就可以控制你 第二个呢就是人大和市委和市政府还有一个什么呢 人大要监督你政府工作啊 但是你要是一监督政府工作 你要跟他来一个实实在在的话 那政府就很难办了 是吧 你怎么去接受民众的监督 而人大那些个主任是谁呢 是前任的老书记老市长退下来当 他不满意 他就拿人大的那个名义 我来监督你 我来制衡你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 不就是那个现任的官就不好当吗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书记就去接人大主任 其实这些中国共产党执政里边的一系列的矛盾 都是通过他内部人的这种不同部门 不同地义的冲突矛盾而表现出来的 一方面就是他和那个民众的关系表现 一方面就是说这些表现出来 那么这边都涉及到一个就是 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 还是共产党统治 对不对 然后那个人大的民主是真的民主 还是你还是个枪皮图章 对对对 这些问题他都要讨论 那我再问你一下 就比如说到了10年11年的时候 那会儿就是大家就觉得中国的这个经济单是不错 但是呢就是政治上有很多问题 一个是腐败很严重啊 还有就是说大家觉得这个经济到了这个 当时就是关于是不是中国是要政治改革 还是如果不改革的话 有可能会发生革命 因为贫富分化了各方面 我不知道就是当时在中央党校内 政治改革会是一个大家讨论的话题吗 实际上在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以后 他经济上是往前走的 因为他成了个世界工厂 他加入WTO他要保护那个知识产权 尊重知识产权对吧 这些都迫使他在经济领域的改革 他会触动到权力结构 会触动到权力获得更多的好处 就是要牵制他了 那么因此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那个政治改革是不可能不谈的 因此我们其实当时我在讲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的时候 讲课 其实都在谈这些问题 而他们里边的那个官员啊 就是你刚才问我的官员 会不会提出尖锐的问题来 会 就是中央党校内部是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讲课有纪律 讨论无禁区 官员的那个问题都会在小组讨论当中 给你问出来 你讲课的时候要大口径 要按照党的文件和党的会议去讲 你可以举你自己的例子 也可以提出一些比较深的一些想法来 但是你总体上不能出大问题 而说讨论无禁区呢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样的问题他都可以提 那这个时候就是睁开一个老师的能力和水平了 如果你有水平 你有自己的思考 而不是仅仅拿官押文章的话去回答别人 你会通过你的讲课当中 对于你自己一些观点的惨发 以及你讨论当中给大家的一些个共同的思考 你会在学员当中建立起一种 大家对你的认可来 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 我很体会到我自己的学员 刚开始见我是客客气气 觉得女老师嘛 多礼貌一点 等你一开始讲课是拿那种 我觉得他们是省市的眼光 他绝对不是大学的学生 见老师是崇敬的眼光 这些人怎么会呢 他们从来都说他们训别人 哪有什么 他要听人家来跟他讲什么东西 所以他一开始讲课 他都是拿省市的眼光来看你 然后你一堂课讲下来了以后 那有些就开始有些学员说 不错 这老师讲课讲得还好 也可能你提的一些问题 他们有思考的 他们就开始在路上还会议论 说哪个老师的课怎么样 哪个老师有哪个观点怎么样 怎么样会讲 到了小组讨论的时候 我在小组讨论上 他们提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们的一些东西 就我该批评的批评 该谈我自己的观点 谈自己的观点 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 他们拿大帽子来课 我直接聊到 就把他们怼回去 什么样大帽子呢 我在讲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民主 和国家的政治民主的时候 我就讲 首先要讲民主的概念 民主的概念 我一定要跟他们讲一条 多数暴政 民主绝对不能是 变成多数暴政 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 叫多数决定一切 它只在那个决策 讨论这个集体决定的时候 你有可能是 但是你不能以多数 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 甚至于对少数人 施以各种政治迫害和歧视 这就是多数暴政了 所以我当时呢 讲到多数暴政这个词 我说 因此民主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多数决定一切 我说就来不及举更多例子吧 我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那个希特勒 因为他当时不也是多数 把他写上去的吗 是吧 还有个例子呢 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时候 不是把那个精英 被受到各种各样的 那个革命群众 无产阶级是造反对 这些东西是把 无产阶级群众专政 你就可以把人就给弄死 结果呢 我讲了以后呢 当时课堂上没有人提 小组讨论也没有人提 你知道有些干部 是很坏很坏的 政治上投机 因为他们那些干部呢 有些个干部班里面 他是有那个组织系统的人 跟着学习的 来考察他们的 就通过三个月跟你们一起学习 考察每个人的能力啊 水平啊 这些东西 政治表现啊 好 等到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 你可能参加这个小组讨论 他不给你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 那天那个组织部的考察的人员 不在他这个小组 他没必要在这表现 而当整个织部 在一起讨论的那个组织人员 他就参加了 对吧 他就开始表现了 有个学生就跟我讲 他说蔡老师 你的课室讲的不错 但是呢 你有一个问题 说我今天要想跟你讨论的 说我给你提出来 他说你居然在提 那个民主的多数暴政的时候 你先提那个希特勒的例子 他说我当时就在想 你会不会把中国共产党 跟希特勒比啊 然后你果然就提了 文化大革命的情织 战争的例子 那你不就是在说 共产党就是希特勒吗 你知道吗 他就这么说了 我说你的联想能力很强 我说我倒是 真是举了这两个例子 我说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 我说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世界范围内 人人都懂的 第二个是中国范围内 文化大革命人人都知道的 我不需要对这些具体例子 再拿时间去具体解释它 所以我觉得我提一句就够了 所以我说你果然 我说你的是联想力还蛮丰富的 你觉得是我把共产党和希特勒相对 相比较并列 我说我倒没有这么想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是 活生生的就是民族多数暴政的例子 所以我讲 然后接着我就讲 我说你们在座的人 我说年龄都比我小 可能你们对于多数暴政 在文革的时候的情况是不了解的 我说我是经历过文革的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初中学生 半大不小不懂事 你也当过红卫兵啊 你也斗过老师啊 我说我们这一代人 经历过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斗过老师 后来都成为一个很惨痛的一种教训 然后我说我对我的老师 是一辈子有愧疚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来都要隐瞒 它的臭物历史 它这段历史是不会告诉大家的 共产党一搞 那是2009年吧 就是49年到2009年 60周年吧 60周年大庆的时候 我说你们看看 那个60周年大庆 宣传成40年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文革十年不讲 还有哪个什么十年不讲 就是我们看 57年以后 一直到76年不讲嘛 反右啊 三年大饥荒啊 这个20年不讲 60年大庆变成40年 那20年干嘛 隐瞒了 但是我说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执政 隐瞒了这段历史 很多人不懂 我说然后历史就会重新 再以新的方式来犯这个错误 我说一个执政党 对国家 对民族要负责任 还经得起犯几次这样重大的错误吗 我说我当然就要提这些事情了 他当时扣了我一个什么帽子 他说你是党校老师 你知道党校信党 就扣我这个帽子就算了 后来我当时就跟他讲 我说是 党校是信党 正是因为党校信党 所以这个党的历史教训 我们更应该给大家讲清楚 因为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 你们要执政的 所以我们要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都要拿出来总结 而不是仅仅将正面的情况 我说党校信党和反省历史错误 检讨我们自己的问题 完全不存在矛盾 我就这么讲了 然后你知道 我当时就把他怼回去了 结果你知道 我讲完了以后 整个这个班里的学生 一阵掌声鼓到响 出乎我的意料 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哪一年呢 2009年 那会真的是 思想还是很活跃的 就比如说到了10年前 2012年的时候 你当时退休了吗 是这样的 我2012年的那个11月份开始退休 所以现在的就是10年前的 现在您还没有退休 那那个时候 您大概教课教的是什么 当时您在做什么 当时您会怎么来描述 中国的社会的氛围 政治氛围 社会氛围 好 实际上呢 中国在2006年 2007年的时候 他的思想还算是解放的 江泽民那个 他给了一个宽松的时代 但实际上江泽民那个 三个代表 在2003年的下半年 科学发展官提出以后 他就把三个代表给扔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一扔啊 其实胡锦涛啊 他们这个扔了 这个三个代表 他就把整个共产党的 理论的探索的高度 一下就降下来了 他就变成技术性的处理问题 就发展的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不科学 我就解决那个不科学的问题 而这个国家 未来向什么方向走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讲 胡锦涛在这个10年当中 他是技术型治国的 一个基本思路 哪里有问题 我解决哪里有问题 而整个这个国家 向什么方向走 是不是要进入现代文明 他这个方向感是模糊的 所以我们讲 10年他就原地 拉末拉圈圈 对 他没有方向性 没有一个大的理论的框架 他实际上是 对 没有 然后呢 我们讲 其实呢 实际上到2008、09年啊 中国政治就开始 趋向于保守 我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里面情况 就是说 在90年代开始的 利益的那个 就是差别拉大 然后三个代表 并没有真正完全变成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 包括体制改革的内容 包括立法的那个东西 因此它那个社会的那个群体力是拉大的 群众事件矛盾它是没有解决的 所以这就有了 古北石首的那个事件 很震动国家嘛 从那个时候 就是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还有包括贵州的那个问安事件 对 那个事件呢 大量的出现 其实就是说 因为你政治改革不跟进 人民的权力不得保障 而市场经济发展 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匹配 大量的不匹配 不均衡 这种情况 它就会反映在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多发当中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 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说 往前改革来解决问题 而它想到是怎么维稳 维稳就是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就是要所有事情 平息事态 第一条就是平息事态 第二条就是不许出现苗头性的东西 到了2008年的时候 那个奥运会开的时候 那个郑永航当那个 中国政法委的书记的时候 他把整个这个监控系统 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他建立那个监控系统的同时 他就开始在思想上的区域保守 就是胡锦涛啊 他就并没有真的想要往前改革 而中国社会的矛盾一直在积累 因此你看那个郭一华老师和孙立平老师 他们那个清华大学的社会观察的 每年一个社会白皮书 他写到2010年还是2011年以后 就被中国政府封掉了 不让他再写了 当时我们的印象是 每天中国这块土地上有250起群体世界 每一天250起 一年加起来是十多万到20万左右 你知道吗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呢 就社会的矛盾是很尖锐的 中国如果不改革 它就会进入二次革命 因此我其实当时写过一篇文章 叫中国何以避免二次革命 就中共何以避免二次革命 那是哪一年写的 2010年 因为08年的时候 我到西班牙去 看了西班牙的政治改革 就是胡安卡洛斯的那个民主转型 中国在08年的时候 仍然在那个市场经济 还没有完全就是健全的情况下 而政治矛盾已经很突出了 所以我到西班牙的时候 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 就是中国能从西班牙的政治转型 和平转型当中 能够学到点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我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写了 中国共产党何以避免二次革命 还有就是中国何以能够 做到和平的进行政治转型 所以到了2011年 你记得辛亥革命100周年吗 辛亥革命100周年 那个时候的北京的 邪术界和思想界 进行了一个很热烈的讨论 因为大家看到 满清的最后那个时候 他们迟迟不改革 等到他们想改革的时候 社会不给他机会了 直接就来一个辛亥革命 就把里面推翻了 对吧 那么这对共产党来讲 就是说那时候我们提出的问题 就是改革与革命赛跑 如果你不主动的去通过改革 来化解社会矛盾 那你就等着他社会底层革命嘛 所以呢当时大家都在讲 改革与革命赛跑 09年的时候那个七五四件啊 新疆七五四件嘛 我后来知道七五四件 那天那个就是 新闻联播和播报以后 我一个晚上没睡觉 我坐在那个地方呆掉了 因为我08年到西班牙去的时候 回来有半年我心情特别不好 因为我把西班牙的那个和平的政治转型 和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和平政治转型的 那个比较 做了四个方面比较 发现中国共产党一条都做不到 然后这就意味着 共产党本身是不可能去搞和平的政治转型的 他不可能 他非要逼到人们去闹革命 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转过来 然后当时我就绝望 然后我就心情特别不好 因为我知道一旦不和平 中国这个暴力啊 不得了 那么乌鲁木齐的事情 他会在全国范围内再演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积极地在想 怎么来和平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崭新 怎么来那个努力地避免二次革命 我的那个文章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讨论革命和改革赛跑 其实是在呼吁改革 避免革命 包括雷毅老师啊 他们历史研究所的人 都特别的努力地在推进这个事 但是事实上 胡锦涛的后期是趋向于保守的 他知道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其实他就想一条 就是说只要自己手上不翻船就行了 当时就变成一个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交班交给了习 交班交给了习 这就有一个就习怎么办 然后习怎么办呢 就是说当时我们都对他寄予希望的 您当时也是对他寄予希望的吗 对 尽管我不满意他那个话文 他说那个就是那个 我们不输出革命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我说你们天天在那砸老百姓的锅里 其实我当时说那个天天砸老百姓的锅 并不是指他砸 是指共产党砸 我是指的官员们在砸老百姓的锅 闹得那么多的社会矛盾 社会冲突 我当时是指的这个并不是指习那个什么 但是你要说党校老师不许吃共产党的饭 砸共产党的锅 其实你共产党吃的谁的饭 吃的是人民的饭 那你共产党的官员天天在那 在贪官污吏的坑害老百姓 那你共产党的 你不是天天在砸人民的锅吗 所以我不满意他的话在这 并不是认为习近平真的要砸人民的锅 但是这个十年你就看到习近平 就是在砸人民的锅 这个话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这十年砸人民的锅 这个话怎么说 你可以看到 尤其是在2013年的五六月份吧 就七步讲什么时候出来的 七步讲其实就意味着 他的意识形态是往后倒转的 一个政党如果他要往前走 他一定是思想理论走在前面 思想开放走在前面 当他的思想意识往后转的时候 你就意识到他一定是要往后调整了 所以在那个2013年开的18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搞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方案 你还记得吧 我记得那会大家都说全面改革 我说怎么改呢 这不可能改 当时你知道我印象太深了 就是全面改革这个呢 就等到方案全部出来以后 我跟别人的情绪完全相反 因为那些企业家们都看到了 在那个他的第二部分 还第三部分 讲到市场经济的时候 讲到什么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 什么平等竞争 平等进入市场 他都讲了 所以大家都很高兴 所以企业家问我说 是不是共产党 给了我们又一个 可以发财的机会了 我当时那次是我跟 一块从深圳回来 然后呢下了飞机 在四五点钟 他们说别回去了 我们一块到一个企业家那边去吃饭 他们那些金融界的企业家们 什么投资集团的人全在那 然后呢吃着吃着就说 说你说说看 这次的全面改革的绝技怎么样 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把口袋捂紧了 别把钱掏出来 他们说啊 说你怎么这么看问题啊 就问我 然后我说你们都看到 他说混合经济 鼓励大家投资 对吧 他们说是 我说你们看到 他那个话说的很好听 拿什么来保证你投给他的钱 你还能拿回来 而且你在企业经营当中 会有你发表意见的余地 我说你们不要光看第三部分 经济改革 你们往后挪挪 你们看看 如果经济上要往前走 他必须在政治上 要给你们全力保障 他在法治 民主 社会治理那块 他有没有给你们提供这些条件 我说你们是看的第三部分 我是看完第三部分 接着就去找那个第五第六第七部分 那个几个部分 一个字都没有谈给你们这些个许诺 拿什么来保障你们 他没有 恰恰他把周永康时期的那个全面监控啊 写到了里边作为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部分 门楼掌你记得吧 网格化 门楼掌 网络的那个思想管理 是吧 舆情的那个监控都是在以全面改革的名义写到了那个方案里边去的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中国后面没有改革只有倒退 我真正的失望就从这儿开始的 前面我是对他很有期待的 从他讲期不讲我就意识到出问题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出多大 等到他把18届三中全会决定拿出来 我就告诉企业家不要再有期望了 我2013年14年不断的在鼓动企业家赶紧走人 人走钱走 您当时就鼓动他们 我鼓动他们人走钱走 有几个听您的呢 没有 我说你们要想再要创业干事业投资投到外面去 在这儿是没得你们保障的 他们当时天津的所有这些企业家听了以后就笑笑 谁也没有反驳我 谁也没有响应我 你知道哈 结果到了2018年的时候 天津一个朋友到北京来看我说 哎呀蔡老师 我们那儿的人全后悔了 我后悔什么 要说后悔 你没听你的话 太晚了 2016年以后那个外汇就紧张了嘛 因为企业家不像我们几万美金 人家是几百万的美金 几千万的东西出现出不去了啦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知道 就意识到那个 而且呢 后来不是形成那个什么企业家 民营企业家可以退场 2017、18年的都出来嘛 然后这是14年 然后到了16、17年的时候 就民营企业家的退场论出来了 其实那时候就是砸锅开始 就是没有名字就是全砸你的锅 舆论就开始造了嘛 所以弄的那些鞋家都很害怕了嘛 然后又开始纠正了一下 但是骨子里还是要砸他们的 然后你就看到了2019年、2020年 从互联网经济 从那个金融的那些个东西来 他就开始就 现在他就真就把老百姓的锅砸了 现在砸了那些个大富豪们的锅 就是互联网经济啊 什么马银啊 什么马哈腾啊 这些人的锅 你的锅不能做大 你只能做小 而且我控制着你 这个锅里的饭 由我决定你怎么吃 现在他就清零 是砸了所有人的锅 因为我这次看到的 清零的那个情况 我们经常看到是 这些东西打工的人 没有地方打工 他的生活支撑不下去 贫困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他从最开始砸的是大富豪的 最顶尖的富翠的人的锅 然后现在砸到就是民众的锅 最普通的人的锅 全都给他砸光了 所以我说他砸锅 他最后他现在是 真的是砸了整个国民的锅 所以我就说 2013年以后 其实从那个意识形态的倒退开始 他就开始回复到 毛时代的那个极权主义 所以我们讲 实际上习在2012年以后 这个十年来 他没有任何往前走 就是把中国推向进步 而是他不仅仅是回复到 毛的那个时代的思维和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像现在的 那么那个 就是因为社会有了那么几十年的进步 他是有阻力的 在党内也有阻力 在社会也有阻力 所以他不可能那么 一下子就回复到那时候 但经过这个十年的恐怖 包括党内的清洗 包括这些的抓捕 709的律师 我看着他们就把记者弄掉 深度调查的记者弄掉 把律师弄掉 然后把公民组织弄掉 NGO全部弄掉 然后再弄掉 就是异己分子 就是像我们这种异解人士 那就不用说了 他只不过不动 但是他把你的声音全封掉了 然后到了清零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最开始清零说是 有高危人群 他现在弄到不差别的 控制和监控 全社会的人 他怎么能做到这条的 这就是高科技的力量 就是精致的那种监控的工具 拿来不是造福于社会 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恰恰拿来为了巩固 它的极权统治而服务 所以我一直认为 当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后 中国在演变成一个 现代高科技技术条件下的 极权专制统治 这是一个人类政治形态 但是我觉得西方的政治学家们 一直认为中国是个威权国家 一旦在习比方说 推动那个市场经济略开一点 或者对世界的 哪个哪个什么经济组织参加 他们就想当然的认为 中国会走向民主 因为市场经济 就可以推动民主生长 但他不知道 其实中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 它是一个新的形态的极权国家 所以我们讲 如果把法西斯希特勒 前苏联跟现在的比 那些叫粗糙的 原始的极权统治国家 极权政权 现在才是一个 我用的词叫精致的 精致就是因为它的高科 就可以定位定到每一个人 脸部的识别 可以识别到每个人的特征 包括声音的识别 它都能连步态的识别 背影的识别 它都能识别到每一个特征 所以就很精致的监控 和控制了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讲 现在中国社会笼罩着的恐惧 为什么恐怖 就是因为它不仅有暴力 还有这样的监控 而这种新的这种人类社会的这种 专制的这个新的形态 西方政治学家到现在没有研究 我们自己当然就更不可能去 我没这个能力和水平去研究 但是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生活了感受到了它的 尽管我没有被它们暴打 就是我们讲到武力上的侵犯 对我还没有 但它除了那个没有暴打我以外 比方说监控你 不让你说话 把你的声音完全封杀 然后在那个各种各样的 屋檐会议的功绩里 这些都有了 它对你实行的是软暴力 而不是硬暴力 蔡老师 我看了您给那个 胡佛研究所写的那篇文章 里面有很大篇幅写 为什么中国一直是一个极权体制 我的困惑是 我们所谓的改革年代 也有过一些经济 社会这些方面的松动 难道那段时间不足以 被称为威权体制吗 我觉得还不足以说它是威权体制 只能说它是从极权向 威权体制方向的松动 它还没有走到威权体制 因为威权体制 它有很突出的一条 它政治上是控制的 它在意识形态上 它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 所以它对新闻的管制 也是有相当的自由度的 尽管新闻管制 它是和政治控制是连在一起的 它不可能完全妨害 但是它新闻自由是有相当的尺度的 包括就是我们讲民间的意识形态 它没有说只允许马克思主义 只允许共产党的话 别人的话不可以讲 它没有 中国社会的思想开放 思想解放 始终是以学术的交流和引进 这个形态出现的 它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形成说 在政治思潮上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可以跟共产党的 这个什么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并列起来 共同讨论 甚至于我可以跟你争论的 没有 它始终没有这一点 所以我们讲 它是一种极权向威权的松动 正是因为它是松动 而不是一个相对能够定型的 一种威权体制 所以它后来要收紧 这个政治思想控制 它要消灭这个社会上的不同意见 我们还不能说不同意见 就叫政治反对派 中国严格的意义上来讲 政治反对派没有形成派 它只有就意见人事 是吧 如果说威权体制呢 它是有政治反对派的 但是你这样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讲它是一个松动 而不是真正进入了威权体制 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 用这个威权体制这个词来讲中国 其实他们对中国看得太好了 他们以为80年代的那个松动 自然而然就走向的就是威权体制 不是的 经过8964中断了 然后8964以后客观上经济上放开了 90年代政治上始终没有放开 你可以去看那个92年的14大报告 几乎没谈政治体制改革 但它谈了一个建立市场经济 97年的15大报告 它开始谈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话开始放出来 那其实是江泽民他们在的时候 邓小平已经去世了嘛 是吧 97年1月份邓小平去世 97年的10月份开始15大 江泽民有一些个想要协调 社会关系的这些东西 他就可以开始了 共产党没有统治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 当他要承认市场经济 他要面对社会的利益分化的时候 他需要从理论上解释 为什么我要采取新的路线和政策 他拿什么东西来说 我这个新的路线真的是对 因为党内那个时候 那个老左派都还没死呢 你知道好吗 还有好的这个极左派老左派在 总觉得他们在搞修正主义是吧 他得找个理论来论证他 所以他就自己编了一个三个代表 问题是编了个三个代表呢 我一直说共产党的思维 他没有突破什么 他没有突破主义思维 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主义思维不突破 他客观上讲 那个思维方式的根子就是阶级斗争 他就不可能取你了 我当时在2003年吧 2003、2004年的时候 因为16大 那个16大党章修改 我到那个北大去给他们 北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 和老师党支部书记 在他们北大大礼堂 给他们讲新党章的修改 党章修改 然后我当中就讲了一个 用人类文明的这个思维 突破主义思维 用人类文明的眼光看 我们中国应该如何从农业文明 走向工业文明 乃至于去追赶当今世界先进国家 已经开始出现的信息技术的文明 后来当时他们北大的那个组织部长 他是搞哲学的 然后我讲完了下来以后 他说啊 你们党校是这么讲课的 他说你居然用人类文明的发展的眼光 去看中国的变化 你这么去解释党章 我说你不用人类文明进步 人类文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 你怎么可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是因为被堵在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根本对立的这个思维框架里 他永远不承认人类的文明发展进步 所以他只能把那个技术性的东西拿过来 他无法真正做到他的思维方式的改变 乃至于他的整个政治路线 政治方向 国家民族前进的方向的清晰 他做不到这一点啊 十几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传言就是中央党校 实际上是中共内部相对自由化的一个分支 可以这么说吗 您觉得当时是这么回事吗 我在这儿跟你讲啊 是这样的 中央党校吧 他的那个知识分子啊 可以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相对来讲 是有文化的人聚在那个地方 这个文化有多高 那又要跟外面讲 他那个文化就不算高 但是中共产党本身是没文化的来讲 他就算有文化的 你知道吗 我可以这么讲吗 就是说 有文化的人呢 他会吸收各种新的东西 主义党校在49年以后 进入北京以后 在社会主义那个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呀 他其实那什么杨宪征的那个什么 一分为二啊 还是那个合二而一啊 这些个几次大的思想理论上的分析争论 都在中央党校出现过 然后中央党校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 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思想理论的争论的 一个矛盾的一个漩涡点 我不敢说他就是中心吧 他其实他就卷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中央党啊 什么陆定一啊 什么这些杨宪征啊 这些个理论的内容 在中央党校他都可以激起 那个老师们的思想上的一个震荡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这些 因此文革当中中央党校是个重灾区 然后党内的那些各种派别的斗争 在中央党校也多 所以中央党校在七八年 其实大家一直都不知道 破两个凡事 起步是中央党校 对 您是12年11月份退休的是吧 对 我就想问您一下 就说是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把您当做了一个和他们有二心的人 然后开始对您有控制 我记得是比较厉害的 我记得是16年的时候 是任志强 因为他反对那个习近平说 党没信党了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个任志强他又出来说 媒体是应该是为人民说话的 不是应该是为党说话的 然后他所有的社交媒体都被晋升了 然后您就特别勇敢的出来为他说的话 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您一下子被冲到了这种舆论的风头浪尖 好像在那个时候就是站在了党的对立面 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 还是在那之前也有别的一些事情呢 其实就是在党里面 就是在中共党里面 真正就是我的思想开始被外界引起注意的时候 是在2000年的三个代表 当时我对三个代表是存有很多的想法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次提出来的时候 它能够有个思想的转弯 因此我是朝着把中国融进人类文明的主潮流 这句话其实是我们这张党就正必兼提的嘛 朝到这个方向在推 因此我们在讲课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写这些东西 这就使得我慢慢的被党里的人注意到 然后我在讲课的时候呢也会讲这些个 然后学员当中他的思想其实是有分歧的 就比较解放思想的人 他当然就愿意听你的了 因此他们回到地方上工作 他们就会邀你到地方去讲课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就在党里就逐渐逐渐被大家认可为一个 就是有思想解放有改革意识的人 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创新意识 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功底没那么深 你基础功底不深你创不出新来 然后后来到06年以后 我就被海里面请过去当执行专家 海里面就是中南海里面 对中南海 我这个词不能用这个海里 因为在推特上他们下面有一个跟推讲说 你既然已经脱离了中共 怎么还要说人家的黑话 没关系没关系 我只是给那个年轻的这些听众 因为他们有的人不太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么后来2006年以后 我被中南海就是开始进入中南海 就是被他们作为一个一直持续到2015年 而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呢 已经开始对我进行控制性的使用了 因为什么呢 就是我的那个就是一直是希望能够改革 写的这些文章越来越外面就关注 外面关注以后呢 那个就是党里呢 它是有不同的分歧的 思想保守的人认为你是不行的 思想那个开放的人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党要改革 它需要听听像你们这样的人的意见 因此呢 我就是属于在有些地方就特受欢迎 在有些地方就下了一个封闭我的令 就是禁止他到我们这儿来讲课 限制我讲课 限制我进入哪个地方和大学开会 我已经开始被限制了 这个我被限制是一个地方的大学来告诉我的 他说本来你这次到这边来了 我们很想请你讲个课 但是上面是有文件 那是哪一年 2013年 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 但是你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 中南海里面他们还叫您进去讲课 对 这就是共产党它是有多面的 你知道下面的人是 他是怕沾上你的这个 上面要是追查你 你怎么能把这个人弄来讲课 他们就倒霉了你知道 对对 中南海的最高顶层他不会这样 他会觉得说你只要是真有想法 这个他觉得需要听你的意见的时候 他还是会把你叫去的你知道 您记得您最后一两次去中南海去讲课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 或者是什么事情记得吗 跟你讲了最后两次是这样的 一次是王岐山的中纪委 应该是王岐山那边 因为那次还是很戏剧性的 什么意思就是说 其实是红二代和太子党当中一些人提出来 这个党必须要民主 要发挥党代表的作用 然后呢这个就把这个劲啊 又算是弓箭 又算是私人的渠道 直接就放到王岐山那去了 然后呢好 王岐山那就让他们那个 就是中南海里 王岐山当时是常委嘛 他的那个就是秘书班子的人 就是要征求意见开会 就给我发了一个明码的短信 发在我的手机上 而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规则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每次要是进到中南海去参加会议 他们要问我们问题 他们会通过中共的那个保密系统 发一个就信函 发到我们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再把这个信函 再发到我们部里来 然后部里通知我说 再有你一个信 他们谁都不能打开这个信 就我自己能看 然后我看完以后 他们也不会问 因为这就是党里的规矩 你不能问 我们也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但是他会问一句话 说要不要给你派车 什么时候派车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已经会开车了 你知道吗 我就说不用开车了 就是这样 那么那次是个明码 为什么呢 他在我的手机上发了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通知我 直接告诉我 通知我说 你到那个中南海的哪个哪个玩吧 周三上午的九点钟的会议 周一的下午给我发的短信 而过去的工作的一般的规则是 一个星期之前 他就可以把信函发给你 他需要你做点准备 我一看这个 我说这是骗人呢 还是真的 我觉得又从来没有在明码 在我的手机上发的嘛 然后后来都到了星期二的晚上了 我终于忍不住了九点钟后 我就照着那个电话号码 他发短信不有电话号码打过去 打过去我还没开口呢 那边就知道我是谁了 说蔡老师 说您有什么事 然后我说您是谁 他说我是叫什么名字 就是说 我说是您给我发过一个短信吗 昨天下午说有个会 他说是的 我说你为什么这次用明码 他说那个 因为这个剑王要得急 就是要他们回应要得急 你知道吗 所以他说我们就赶紧就定星期三 等不到再下一个星期再看 来不及等程序了 来不及等程序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那个什么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当时还跟他们说一句 我说你们提的这个问题啊 太小 我说如果就这个问题 我就不来了 我就说 是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党代表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 然后我刚才什么叫党代表 如何在党内发挥作用 你首先讲党代表大会 是个党内的什么机构 如果党代表大会 像人民代表大会一样 也是个橡皮图章 那个党代表就是党委书记的工具吗 对不对吗 我说如果你先要说党内的权力结构调整 党代表大会就是一个党内的 最终就决定重大问题的一个 和监督党的领导机关的一个真正的权力机构 党员行使权力的机构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谈党代表 它怎么发挥作用 你偏看党的代表大会 在整个党的权力结构当中是个什么作用 你来谈党代表有什么用 我就不来了了 他说 蔡老师 他说你这样吧 他说你可以不按照我们给你提的问题 你把你的想法全讲出来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 我明天可以来 我能问一下就比如说这个会 您去参加这个会一般都是什么人参加呢 他一般每次这个会 他请那么四五个人 不多 四五个人呢 一般比方就是说 比方讲到党内民主的 他会请到北大的一些个 搞民主政治的 国家行政学院的 中央党校的我 就是像这类的吧 还有就是党界研究会 比如说中南海里面 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来参加会呢 哪个常委的通知你的 就是这是那个我们讲话中办的 他们的秘书局还是调研局 我也搞不清楚 他们通知你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 我们是四组的 我们是五组的 你一听到四组 你就知道他跟谁 五组 他跟哪个常委 那一般是这个常委下面的人 还是说是中办很多人呢 是这个常委的秘书 常委本人是不会出来的 然后他的秘书 一般就是打头的那个秘书 那是他的大秘 大秘书 局级的这些人 是吧 然后呢 他下面还有些年轻的 就是小秘书 就等于说 秘书组里面的人 开会一般就是 我们就进去开会的人 大概就是那么四五个人 然后他那边呢 要开会 要就是大秘书听 他不管做记录 像小秘书 他们可以做记录 大秘书觉得重要的 他自己也会记一把 但他不会从头记到尾 但大秘书扶着 就是主要是听你的 然后他再提出一些问题 是这样的 然后就到了16年2月份 习近平去了 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新华社 去视察 然后说党管媒体 对吧 对啊 那是央媒嘛 那个习近平局检查 中央电视台 写了个央媒信党 绝对忠诚 请您检查 这个拍的呀 真的太肉麻了 所以那个任志强 当然就不满意了 对 他就发了几条 微博 您为什么当时觉得 你需要站了出来说话呢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 中国的媒体 究竟是党媒 还是有一部分是党媒 有一部分是国家的媒体 它控制舆论 它把那个媒体 不叫作为媒体 它是叫宣传工具 所有的报纸 都是党的喉舌 所以呢 它的那些个媒体 它首先看的是 你是说党的话 所以呢 传统的观念 就认为所有的媒体 都是党的 那么好 中央电视台究竟是国家的 还是党的 所以任志强才讲 中央电视台是国家 你拿的国库里的钱 办的国家级电视台 你现在说要党没信党 还要让他检查 你知道吗 那你说你党库 国库要不要分开 对对 就从这开始了 但是这个问题始终存在 它不光是一个国库和党库的 怎么用的问题 党是没有自己党库的 他把国库就当成党库 你知道吧 所以他要用钱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就有一个就是党用人民的财政 就用人民的钱来养 这个党合适不合适 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 还有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党作为执政党 你要不要让媒体 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它可以客观的反映 社会的各种情况 包括来监督 是不是吗 就是媒体的作用 要不要 所以在任志强本身 说的是没错的 但是本来那都没事了 结果隔了两天 任志强自己都把那个微博 就是撤掉了 隔了两天以后 北京市委的党网 叫千隆网 这个网不是民间网络 要是它是放在搜狐啊 什么新浪网 我就不说话了啦 因为这些都是民间企业 民间的网 这个网上你骂谁都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是北京市委的网 任志强就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 你就给他扣了一个反党的帽子 你像我们这样的人 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 我们知道反党这两个字 一旦扣上去以后 意味着这个人 毫无权利保护自己 他们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他就比那个刑事犯罪 还要严重你知道吧 因为在中国从来 政治罪是最严重的罪 刑事犯罪是放到第二位去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 把一个提出一些批评意见 何况是有道理的话 你们把它扣成一个反党 反党这两次就意味着 任志强就是要背那个什么的 所以我当时就想着 要反驳这个事情 但是我当时还搞了一个 宏伟的计划 我要写党库国库的财政分开 党媒和国际媒体 和民间要不要媒体 媒体怎么发挥 我想写四篇文章的 但是手里还在写别的东西 我想一篇一篇的写 结果后来 因为任志强的这个处境 那两天就铺天盖地的东西 出来来骂任志强 那我觉得这个气势太厉害了 什么谁给了他反党的底气 什么之类的 对对我记得 大家都知道 这个形势很严酷了 都很为任志强担心的 有一天我们 我们那个红二的群女 我就不说谁了 忍不住就在议论这个事情 然后其中有一个说了一句话 我们就看着任志强 一个人站在那被他们攻吗 怎么你们都不说话呢 我一听这个话 我就坐不住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呢 别人可以不说话 我不能不说话 因为我是搞党的建设的 是吧 你这是党里边的 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党员 党的建设的这个 专业教学的老师 我这个时候不说话 别人是觉得不对 他可以不说话 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 不是他的工作 不是他的职责 而我就是这个专业的老师 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这就是我应该说话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说话 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 可以糊得过去的 我觉得这就是实责 然后我就那天 为了写这篇文章 我一个下午都在翻 把所有的党内 有关的党章到条例 到纪律处分 所有的这些都看过了 然后晚上坐下来 想怎么写 其实那篇文章 五分之四是超党章 超条例的原话 五分之一才是我自己的话 你知道 我觉得党章和条例上 规定的很清楚嘛 不需要说什么的 你就把这个原文拿出来看 就知道不应该 这么对待任志强 结果就这篇文章 就会变成了 他们后来就说我是反党 也是我反正说 我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 我说你们不要批我 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 你们要觉得我有严重问题 我五分之四 全都是党章 你们先批党章 是有问题的 那会儿其实和老任 也不太认识 还是怎么样 我记得 压根儿不认识他 对吧 您都没见过面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是的 是这样的 你说我见过他 他不认识我 对对对 他一般都不认识人 任志强是全国的 著名的人物 我们在深圳大梅沙开会 他在那个大会上 作为嘉宾发言 所有人都认识他 我在大会地下看着 我当时认识他是任志强 但是任志强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们就根本谈不上 有任何私人交往 没有 对我知道 您只是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您不出来反驳的话 作为一个研究党建的一个专家 您跟自己交代不过去 其实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的工作 我当时还有个什么想法呢 就是说这个党里面有很多人 忙于经济忙于什么 他们其实是不看党章 也不看党的制度的 他们对党的制度规定条例 有很多东西是很陌生的 那这个时候 你们本来这样做就是不对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这个党章和制度条例上 是怎么写的 所以我就把那些东西 全都翻了一遍 然后把那些东西 抄出来给他们 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应该出来 您是去给他们讲道理去了 然后也被扣了个大帽子 对吧 从那以后就开始 监控和那个 就更加严重 2016年的1月份 我还在清华大学开会 开会那个李道奎 把左宗右都叫去 开会去了 然后把我也请过去 开会去 然后2016年的2月 就是被任志强的事情 学校造我谈话 是很严厉的 告诉我 当时是中央常委当中 有三个人为这件事情 做了批示 哇 是学校告诉您的 对 学校跟您怎么说呢 就说让您以后就不要说话 还是什么呢 他们要我 首先就是要你承认错误嘛 嗯 我说我没错 因为我是照党章和党的制度 来写的 我没有任何错 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翻演 我说党章上讲 大政方针由中央决定 任志强这个微博又不是大政方针 对不对嘛 我说你千龙网还够不到中央的大政方针 这个级别呢 我只是说你们这样做不对 不妥当 而且我是拿党章出来说我有什么错 所以我就一直就顶着不认错 你知道 然后不认错 然后他们就不断的找你谈话呗 我跟你讲这名笑话多着呢 最开始就给我扣那个就是 政治立场问题 思想倾向问题 那天谈 然后就是如果你态度不好的话 那你就会影响你的生活 我说我有什么影响我的生活 无非你们影响我的生活 就是开始给你威胁 就是你的退休金啊 你什么的就要有影响 那会儿就已经威胁这些了 有了 然后呢 讲说如果你态度不好 可能党你要开个会啊 什么给个处分啊之类的 我当时一听着 我内心怎么想 我高兴了 我说能开会吗 我说开会你们要 我可以发言吧 党员党会我有发言的机会吗 你还想跟他们辩论去 我问他们就 我说要开会啊 我说要开会 那我是可以发言的 我说党员党会 你们要批评我 我作为一个被批评的对象 是有发言权利的 我就这么说 他们就不吭声了 然后呢 他说那你这样吧 说你这个情况 究竟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 就是我就说 可以啊 我说那我可以跟你们 把这个情况告诉你们 为什么我要写这个东西 我就写了一个 我为什么要写 因为这件事情 千龙网做的什么不对 然后因为怎么怎么 我觉得党章的一些东西 需要跟大家讲一讲 所以我才这样 好 我晚上回去以后呢 我就自己就想一想 给他们写的这么一个东西 好 交过去以后 结果他们呢 找我第二次谈话 你知道第二次谈话是什么 不认这个东西 接着就说 你交代 你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和背景 哦 你知道当时啊 我因为要写任志强这篇文章 我把那个党章的有关条文条例 包括那个党内政治生活条例的一些东西 全部都把它摘录下来 放在我的手机上面 那天第二次谈话的手机呢 还开在哪 你知道好 一开始 然后呢 我说你们等一等 要问我这个问题吗 我说先给你们读一段读一些 我说接着跟你们说 你知道在党章的 在80年的那个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条例 那上面写了一句就是说 党员如果有不同意见 哪怕它是错误的 你可以十四求是地指出它的错误所在 但是任何情况下 都不得已追查动机和背景 来给党员怎么怎么的 不得追查你 因为文革的就是拿动机和背景 来给人家加政治帽子 加政治迫害的 党章里面还有这么一条啊 这还挺先进的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条例上就有这一条 你知道好 所以我说 我说你们等等啊 我就把那个手机打开 就在那个备忘录里面 把这一条 我先给他们念一下 党内政治生活若干 诊责那个第几条 第几款 哒哒哒哒哒哒 一念 念完 我说你们说吧 我说你们问背景 追查动机和背景 你们本身就是违反党记 一下就傻眼了 不知道该这个问题怎么问下去了 这就是 理论水平不够 那然后呢 后来就是 我记得就是您 后来您的微信 好像就也被删过好多次 然后又到了20年 最后怎么一步一步 您就走到了 在美国待着回不来了 跟你说是这样的 本来呢 到美国来呢 是理由来了的 我就没想到回不去 您是19年去美国的 对不对 对 当时我是带着孩子们来 后来他们呢 急着要回去 我说那你们就先走吧 因为呢 一个要上班 一个要上学的 然后我呢 就想着既然来了吧 抓点时间 在几个大学查资料 就在国会山啊什么 我还去办了那个 国会山的那个图书馆的 那个阅读那个东西 它是可以给你办的 我就办了那个 查资料啊 看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能够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都查了 本来要想走了的 就紧接着就是 那个疫情就爆发了 就一下子疫情就爆发了 疫情一爆发 那个速度就让你就快到 你无法去反应的那个地步 一下就中国断航 从美国断航的 然后两边就断掉了 从那以后你就走不掉了 走不掉呢 当时我觉得就是走不掉 无非你就多待几个月嘛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 那个疫情从中国的武汉 一直开始蔓延到全世界 然后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个疫情是怎么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说在武汉那个地方 是一定是有问题的 但是中国政府在瞒 习近平不是2月27号开会吗 任志强不是又说了一段 那个东西吗 然后3月份就被他们 给弄进去了嘛 对对 李文亮又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 所有这些事情都 激在人们的心里面 其实它是一种恶性的刺激 它并不是一个好的东西 然后整个世界 你就看到陷入了一片 疫情的那种 大规模的蔓延的那个状态 而那个状态当时呢 还夹杂着就是香港的事情 就香港的那个反省 然后就变成了 港版国安法的高压的镇压 是吧 都在那个时候同时出现 所以这样的话呢 其实心情就是很不好 你一下就觉得 这个国家被这样的一个人 在领导 它会出大问题 而这个大问题出了以后 不是它一个人的事情 是所有人都要跟着 就付代价嘛 就是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 对所有人都是一场灾难 那如果说还要让这样的一个领导 继续下去的话 那你说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 未来有什么样的前景 所以我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的要考虑就是要换人 好 所以当时后来就在一个就是我们讲 就是空中讨论会啊 反正现在信息发达嘛 好 大家不见面的 但是大家都可以在模拟的那个会议当中 要讨论 然后我就提了习近平的一些做法 我必须得把它换下去 而他的做法已经不是政党的做法 他上来了以后很多事情 是一种就是我们讲江湖黑帮的做法 你知道啊 而我这个话呢 说并不是当时作为一种义奉去骂他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因为他上来了以后啊 这么讲嘛 2014年其实我就意识到 就从那个三个代表提出以后 突出的感觉到这个党的没有文化 当他没有思想理论资源的时候 他的思想就陷于一种枯竭的状态 那时候你就深深的意识到 一个政党它的理论积累和思想积累 对政党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当中 如何去寻找自己的进步前进的方向 如何去寻找一个比较好的制定路线政策的一个思想支撑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而我自己的那个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全部都是在研究这个党的意识形态 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好 等到习近平这个上来以后呢 你就发现他这个没有文化的人 他可以把整个党的这个文化彻底拖到一个完全反主的状态 你想他在中央党校可以讲那个吃饭炸锅的事情是从那开始讲起的 09年到墨西哥去又讲那时候就是说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贫困 三不输出什么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个话哪里是一个外交上的礼节都没有了 就是那种初言你一下就能暴露出来 我看着这个党的文件的用语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你看着党的文件用语当时用他的话叫接地气 是不是说人民爱听的话 那个王沪宁写给江泽民的三个代表 全部都是书生气族的一个排比剧啊 什么上下的那个对账啊这一类的文章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语言别扭的不行 然后洗衣上来说接地气 结果这个接地气就接成了一个初熟的语言出现在党的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再弄个外交上的这种语言 我看着这个党的这个语言这个文件的那个风格改变 然后你看着他在2013年的从反腐败开始 其实是在用反腐败在清除党内的一己 把自己的人排上去 这些做法就相当于那个 我们讲那个就是黑帮组织里边的那个 就是内部的那个门户啊 清门户和门户之间的那个血拼 你知道好 但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就看到他一步一步把这个政党变成那个 他的语言你看嘛 定于一尊不得妄议 什么时候连毛泽东那个时候都没有讲过不得妄议四个字 他就能出来 还有最早出来的是什么词 我们从来都是讲党的纪律 讲党的制度 他弄了一个党的规矩 规矩这个词是他2013年左右就提出来的 规矩这个词是完全是潜规则的明面化 你明白吧 就是他不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制度性的东西 我们讲制度条例纪律规则都可以讲 但是你不可以讲规矩 规矩就是一个江湖做派的讲法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党就整个就给他变成了一个江湖 反正就是说我因为201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查资料 我就想做共产党的早期 他这个国家他不是他还没有达到一个国家产生一个先进政党 一个现代政党 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个政党 他只能产生就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江湖帮会组织 共产党早期其实他有这么一个 但是幸好共产党那个时候还有一批大知识分子什么 什么陈独秀啊 什么李大钊啊 什么那个瞿秋白啊 什么之类的人物吧 还善什么样 但是后来共产党一批一批的把党内的文化人基本上就惨光 弄到习的这个时候 然后用他的语言风格就把整个这个党的文化 仅有的一点文化的影子全都弄光了 而他那些做法就是按照那个过去 就是本能的回归到那个时候 所以实际上我在2019年我写过一篇文章的 中国共产党的反主现象 哦 我记得 我记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从2012年到2019年 你明显的看到他不是朝着现代政党的方向前进 他是向后倒退到他原本的那个原始 就最初始的那个面目 就是一个江湖社会组织 就是一个邦 所以呢到了2020年的那个五月份 我讲的是他就像一个黑帮老大 那个话不是我当时义奉的去骂他 而是因为他确实这个几年 他就是这样把一个能够向着现代政党 往前发展的一个党退回到 拉回到了江湖社会帮派的组织的那个里边去 这一讲就完蛋了 对对 就回不去了 就被开除 然后是吧 然后 对 因为他开除我的时候 他那个党的那个开除的决定上 就这样说发表的言论 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 对 然后也把您的这次是真的就是 把您的这个退休金也给您停了 是吧 虽然您工作了一辈子 从十几岁开始就工作了一辈子 把您的养老金给停了 然后您那是不是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 对 银行账户也被停掉了 但是我听您那种说就说你觉得他是把这个党给毁了 就是我不知道您现在对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就是您很高兴现在不是党员了呢 还是说就是我刚才听您说好像里面有一些惋惜之情 就说我不知道我听了对不对 我不知道您现在对这个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 可以这么讲啊 就是说咱们客观的讲 因为从我的外公开始 到我的父母 到我这个家族 所以你说这个你对这个党比别人啊 就天然的这种情感 过去啊 你是要比别人要厚一点的 因为你这是有家族和祖辈的影响下来的 对不对 我和父母还天天在那教育你 然后呢我就想 那因此啊 就是当你参加工作了 尤其做了这个党的建设的这个理论 这个研究和教学以后 你处于过去的那种情感 你会希望这个党好 然后你就会希望努力推着这个党去改革 把它往前 你看到它有很多问题 但是你总觉得这个党还有可能改 你会把它往前推 那么到了江泽民那个时候呢 我就老说江泽民把这个机会丢了 他缺乏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江泽民那个2000年提出以后 当他们提出这个东西 如果真有勇气 这个党是有可能往前走 那就是我们看就英美国家政党 早期的政党和现在政党 它也不是一回事情 它已经有了很多 就是好多次的蜕变自己 它就在一步一步的让自己进步了 所以江泽民提到的时候 当时我是有这个想法的 我觉得可以往前推 所以到了胡锦涛那个十年 我们叫胡锦涛十年 就是原地转圈嘛 但是其实呢 它就相当于伯利尼弗那个时代的停滞状态 是一个僵化的时代 对 停滞状态了 然后其实2011年胡杜平开会 征求大家的意见的时候 我就提了几条 就是胡锦涛他们 那个什么 后来胡锦涛很不高兴 是吗 是 我们中央党需要找我谈话 然后呢就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中央你把你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 把我们党需要摆在什么位置上 我说那他就是这样 他就没往前走 我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他 我就说他十年没有动 他该改的没有改 他啥也没改成 然后所以呢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 就说这个党有可能就改不动 但是你对党的这个 整个这个本质的认识 以及它的历史局限性 你当时是不会认识的 像现在这么清楚的 当时你还是有一层 就是我们讲满腔热情的希望他改 然后到了2012年以后 你就意识到上来的这个人 他对这个党的改革是没有帮助的 他不可能往前改 因为他上来 从他说的这些话 你就知道这个人 因此这就促使我反过他来讲 为什么这个党30年的改革 没有让自己往前走 因为我们一直讲 中国的改革 如果中国共产党自己不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其实所以我们一直在推 就是党的改革走在前面 国家才能继续改革 所以我到港大 中文当代服务中心去寻找资料 然后才到了再往前走 2018年修宪的时候 我讲这个党成了一个政治僵尸 就是因为我看到了 这个党已经完全没有用 他不可能去做那个什么 那个时候我开始对这个党 我觉得有绝望了 他不可能 所以我在2020年5月份 我要讲他是个黑帮老大 这个党成了政治僵尸 这个制度必须抛弃 他的思想理论必须刨根 彻底否定他 我说这些东西 从现在来看这个党 其实他是没有能力 完成自己的变革的 这个党他就没有出路了 你知道吧 他就是死路 你知道我其实啊 我退了三回党都没退成 您真的退了三回党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要退党的呢 我跟你讲哈 2016年的时候 人质堂那个事情 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在18年 休闲 休闲 我觉得我对这个党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政治僵尸了 不可能 然后到了这次 就是7月份 任志强审判还是什么 我给自由亚洲电台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们都联酒 有这么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 其实当中的倒数第二段 就是我公开生命 我退出中国共产党 我什么什么什么的 结果这边美国的朋友说 你怎么能写这段话 写了这段话 你还有退休金吗 你还能回得去吗 我说我回大概是回不去了 但是退休金总还要吧 你没有生活来源嘛 对吧 他们说你要这么一写的话 你真的就退休金 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他们当初想想说 你千万不要写 我已经把这个写了 定稿了发过去以后 他们帮我给转交 告诉我说要拿掉它 只能把这个倒数第二段拿掉 这个就等着人家来 你不退到 好 人家把你开了 对对 他们以为把我开出处的 而且全国公开一下 我会特别沮丧 或者特别受打击 或者特别 他没想到就是 其实后来他们大家 马上来采访我问我 我说我很高兴啊 我终于归队了 我归到人民这头来了 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吧 因为您以前是个党员 还是党校 那您上次在外交政策发的 那个关于习近平的那个文章 反响挺大的 在那之后呢 社交媒体上也有对您的一些批评的言论 我相信您也看到了 就是有一些人觉得 您一直以来都是在替共产党说话 维护共产党的统治 现在又来批评共产党 那您觉得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呢 就是说您怎么看待自己以前 在中央党校几十年的工作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当一个人啊 他要进入一个工作职业的时候 人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和制度条件下的 这个东西并不是你个人可以选择的 是不是 而当时呢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决定了 第二个呢 就是我想讲呢 就是当你进入那个中央党校的时候 我最开始是去学习 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老师 然后留在那工作 也是我希望的 因为你觉得你可以把你所学到的东西 可以去研究这个党 其实呢 就是最开始八九年六四的这个前啊 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了 就是讲这个党的农民党的性质 就是农民党的这个特点 然后呢 还写了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党内贪腐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八九六四开枪 又让我有个很震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党就已经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有必要去研究它 所以呢 我后来去考试 去那个什么 有机会 我当然要去上学呀 我就去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还是带着一个 就是我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可以为党和为这个国家 就是我是把党和国家 看成是一个同一个方向往前走 同一个利益呢 你要想为这个国家好 那么你具体的岗位 具体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把你现有的工作做好 这就是你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尽力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 这个党和人民是根本对立的 这个制度对人民是极为不公的 我当时是完全不认识到这些东西的 当你去了以后 你就会很努力的去工作嘛 而你努力的工作的时候 就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 就是说当你进入到一个去工作的当中 而且你是一个老师 那你就会想的问题比一般的党员干部要多 而中央党校本身又是一个研究性的教学 它不是大学生知识性的教学 我们是研究性的教学 研究性的教学 你就会触及到很多问题 问题本身就会引发你的思考 而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一点责任感的人 我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感 而这种责任感就在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让这个党能够往前走 然后所以呢 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做的所有的努力 都是朝着这个我自己所希望的 良好的愿望的方向去做的 也正是在这种研究思考做的工程当中 我越来越发掘一个就是问题的复杂性 这就需要我更多的去思考和学习 第二个就是说你认识到党内的黑暗性 你如果不动脑筋 你不去除那些东西 你是根本就压根就不会认识到 他有黑暗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这个体制里长大 家里的人全都给你的正面教育 然后他们把所有那些阴暗的面 我爸妈全部把它给包起来 根本就不跟你说 你哪里知道他有那么多黑暗面 他们知道你不知道 所以我们讲不自觉的老人们 他们会替党隐瞒很多东西 那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的眼前一片光明 当你自己到进入到工作 进入到社会当中以后 你才意识到有很多问题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对这个党 所以我就说我的整个这个思考的过程 就经历过程 我经历了几十年 我才有后来这个思想 一点一点一点走到今天 我不是说读了一本书 一下子明白了好多道理 然后我一下子就跟他 就断绝了什么呢 我没那么聪明 我也没那么多智慧 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生活和事情教育了我 让我知道这个党的根本的内在的真相 它的根本性质是什么样的 然后才走到现在 如果没有那么多 我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工作 我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对谢谢您 这次跟蔡老师的采访是临时约的 我们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美东时间半夜了 我也忘了让他推荐书 我就自作主张把他去年以来 在美国发表的三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列在这里 对他的经历和思想好奇的听众可以看一看 一篇是外交事务杂志 2020年12月发表的 《失败的党一个体制内人士与北京决裂》 第二篇也是在外交事务杂志 2022年9月上个月刚发表的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在谈话中也提到过 题目叫习近平的弱点 狂妄与天职如何威胁中国的未来 还有一篇是 2021年6月胡佛研究所 他写的中共眼中的中美关系 一个局内人的观点 好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